大家好,我是PingPing Priscilla 每一年我都会回台湾 而且回美国的时候除了食物之外 我都会挑选几样能够代表台湾文化 和带给我生活情趣的东西带回美国 虽然台湾和美国的距离非常的遥远 但这些小物件却总能够让我找到 和台湾的情感连结 除了一个充满古早味的食物罩子 应该买的小水盆 灯饰、画作 还有这双顿时让我高了两寸的台湾布鞋 都让我知道无论我身在何处 这些象征台湾的物品 让我在美国的生活 处处还是散发着台湾熟悉的生活味道 今天天气超好的 所以我决定要去后院喝个轻松的下午茶 我随意从冰箱拿出一些可以吃的东西 另外我还用我去年从台湾带回来的 一个天然岩石版的餐盘 来装我的点心 在盘上我装了各式的美味起司 切片的李子、草莓、葡萄、意识橄榄、饼干 还有台湾的小马鼠 现在有了这个我在英哥买的手工古早味食物罩之后 让我在后院享受下午茶的时候 多了一层保护 不仅可以阻挡蚊虫 也象征了台湾手工艺品的精美和实用性呢 在明媚灿烂的阳光之下 我坐在后院 享受着来自台湾的文化和美食的结合 它让我仿佛短暂地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一样 充满了愉悦和熟悉感 你是否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也曾静下心来想过 什么是你生活里面最大的生活情趣呢 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吃 而且很喜欢享受美食的 要不你也去拿一些零食或点心来吃 让我们就好好的敞开心胸 静下心来享受一个愉悦和美好的时光 给自己充充电吧 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